阿片类药物滥用正四年美国 美国总统特朗普趁之位本国历史乃至全世界范围内最严重的药物危机 近日,美媒和特朗普将矛头指向中国 陈芬泰尼等阿片类物质主要来自中国 对此,国家禁毒办公安部禁毒局禁制毒品处处藏于海滨 29日在接受《环球时报》的采访时表示 这种说法的依据不知道从何而来 中方对此完全不能接受 美国恒加指责我国政府高度重视 新精神活性物质管制工作 积极推动立法 完善管制机制 强化执法打击 务实开展国际合作 然而,对于中国政府严管新精神活性物质的努力 美国却恒加指责 国家禁毒办副主任 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邓明介绍 新精神活性物质 又趁策划药或实验室毒品 是不法分子为逃避打击 而对管制毒品进行化学结构 修饰得到的毒品为事物 具有与管制毒品相似或更强的兴奋 致患 麻醉等效果 已成为既传统毒品 合成毒品后全球流行的第三代毒品 芬太尼就是新精神活性物质中的一类 美媒衬 过去一年多 美国国会对美国境内 使用芬太尼进行调查 发现美国的芬太尼使用者 可以轻易的上网从中国订购这些药物 并且通过美国邮政系统的漏洞 寄往美国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数据 2015年有超过3.3万名美国人死于阿片类毒品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在推 特上发出警告 令人愤慨的是 有毒合成海洛因芬太尼 正通过邮政系统从中国涌入美国 我们可以 而且必须 现在就让它结束 参议院应该通过STOP法案 坚决终止这一毒品杀害我们的孩子 摧毁我们的国家 不能再拖了 特朗普推特截图 美方没有证据证明 其国内芬太尼类物质主要来自中国 美方没有证据证明 其国内芬太尼类物质主要来自中国 于海斌说 美国内别有用心的人士 仅以破获的个别案件为一句 断定美国芬太尼类物质主要来自中国 的做法是严重不负责认的 它用两组数据反驳美方指责 首先 近战世界人口总数5%的美国人消费了全球80%以上的阿片类物物 以合法消费的马飞数量来看 根据国际麻醉品管制局统计 2016年全球马飞消费量为43.9吨 其中美国消费18.3吨 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 消费量仅1.8吨 其次 美国国家药物滥用研究所的数据显示 2016年全美约有9180万12岁以上的美国人使用阿片类处方药 约占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 其中 超过1150万人 承认滥用阿片类药物 占人口总数的4.3% 于海滨告诉环球时报记者 与美庞大的毒品消费量相比 美向我通报涉及中国的情报线索十分有限 2017年以来紧述时起且多位国际邮包线索 美国内芬太尼内物质来自中国的结论网故事时 是严重不负责任 据我们了解 美国内相当比例的芬太尼内物质来自中北美洲 于海滨介绍说 目前 国内作为药品合法生产上市的芬太尼内药品 今有芬太尼 书芬太尼和瑞芬太尼三种 据国家药间局统计数据 现在国内批准合法生产芬太尼原料药和制剂的企业仅有5家 2017年芬太尼类药物产量 为24.26公斤 无论是国内案件还是国外案件线索 没有发现一颗芬太尼流入非法渠道 更不可能进入美国国内 于海滨说 中国对于加强芬太尼管制方面 包括情报分析 案件合作以及加强管理做了很多工作 我们与美国执法机构目前也在开展深入的情报案件合作 从未否认过有境内外的不法分子相互勾结 从事芬太尼类物质的非法制范和走私活动 但请相关国家不要罔顾事实 夸大其词 不顾客观事实得出 芬太尼类物质主要来自中国的结论 在于海滨看来 芬太尼类物质大规模滥用 主要是由美国内众多因素 综合导致的结果 美政府减少毒品需求工作不利 阿片 类处方要监管不严 部分州大麻合法化的负面导向等都是重要原因 中国重视精神活性物质管制 29日上午 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对外宣布 中美执法部门成功合作 破获芬太尼案件的第一起案件 目前该专案组人员正在美国调查取证 国家禁毒委员会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 介绍中国政府在新精神活性物质管制方面的情况 据国家禁毒办副主任 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邓明介绍 中国又完成次律以卡系统等32种新精神活性物质的列管法律程序 9月1日开始生效 至此 中国列管的新精神活性物质 已达170种 国际社会关注的分泰尼类物质 中国已列管25种 超过联合国列管的21种 澎湃新闻图根据介绍 中国在新精神活性物质管制措施 还包括积极参与联合国独罪办smart项目 国际马管局离子项目 加强救新精神活性物质滥用种类数量 流行趋势及致死案例的国际交流 即使掌握各国新精神活性物质致放和滥用趋势 同时 中国也与相关国家 开展情报交流和办案协作 2017年 国家禁毒办主动向美方通报 群购分泰尼等毒品线索 400余条 美国客户购买新精神活性物质情报500余条 与美国等国开展案件合作 成功破获了河北王凤喜案等一批有国际影响的案件 邓明进一步表示 目前 王凤喜专案组 正在美国调查取证 该案件线索由美国驻华相关部门提供 案件破获共抓获21名犯罪嫌疑人 这是中美执法部门成功合作 破获分泰尼案件的第一起案件 鉴于美国近年来的药物危机 特朗普在去年访华时便提到了这一情况 外交部 新闻发言人华春莹在2017年11月10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双方同意继续加强在新精神活性物质及其前提管控和禁毒执法领域合作 并开展双边禁毒情报交流 中方将继续推动增加列管双方重点关切的新精神活性物质 双方将加强涉分泰尼类物质情报共享 就涉毒邮包开展个案合作 合作打击非法贩运活动 具体进展情况 请向公安部了解 观察者网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